常人潮众多的台北捷運 现在空荡荡一片 受疫情影响 19号北捷单日搭乘人数 只有60万人次 跟过去单日平均180万人次差很大 而现在更惊传 北捷员工也确诊了 是有三位确诊 办公室的人员 匡列13人 列为居家隔离跟安排裁检 疫情指挥中心证实这项消息 根据了解确诊的三名员工 其中一位捷运局人员是在15号确诊 另一名北捷人员则是在17号确诊 而这三个人都属于内勤人员 并没有直接和乘客接触 已经异地办公了 因为只知道同人都已经有人 都已经不在这边办公了 尽管北捷员工坦言 办公大龙已经落实分流 但仍被匿名爆料 指控北捷每城100多人的办公楼层 只有挑选五个人居家办公敷衍了事 确诊长官居然没有跟卫生局 还有台北市疫情指挥中心来通报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这当然会是一个疫情的踏破口 把所有的人员有接触的 都会按照规定来办理 所以请大家不要慌狼 面对执意被市府澄清 都有按照规定办理 而这波疫情之下 北捷防疫也不敢马虎 虽然现在台北捷运还是照常的营运 但是在路口处都摆了清楚的告示 提醒民众 当你要搭捷运的时候 先在家里完成悠游卡记名 等到记名完成之后再行刷卡进站 进到捷运 村乡如果觉得戴口罩还不够 也可以像这样戴起自己的护目镜 另外如果要抓把手之前 也可以先用自己的酒精稍微消毒一下 再抓自己会比较安心一点 除了呼吁悠游卡记名 五月二十三号 北捷也将全面启用简讯实联制 疫情来势汹汹 每天数十万人搭乘的台北捷运 现在也有员工确诊 被接如临大敌提升防疫层级 也是希望避免乘客陷入恐慌 三位刘家伟周凯 他被困